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主持市府防疫记者会 宣布多项防疫措施 按中央指示 北市防疫病房由目前占总病床数20%提升至30% 前往车来数筛检的建议用预约方式并不可由一人代表 另外居家隔离也由确诊者主家里 原本同住全家人请前往亲友赞助 减轻防疫旅馆压力 会后也和北市各大医院院长开会 讨论医院防疫专者病房床数要增加到30% 和防疫级门诊开设事项 是目前的三倍 但是不管是三倍或是五倍 都会是今天 我们在急诊看到的 还在严重三倍到五倍 还有几件事情要拜托大家 第一 防疫级门诊 所有的大院都要开 意思就是要拜托大家 要把防疫级门诊开起来 大家一定要承担 因为你要把那个有症状的快篩羊的 在急诊外面就要处理掉 有国家儿童医院的人还是要承担的 你要想想看 你是国家儿童医院 你不可能不扛这一局 所以这个地方恐怕还是要很 很严肃的要拜托大家 你知道 那个你们回去要怎么把 希望在红红道之前 5月16号之前 有没有办法把病房数加到30% 那这个在这个状态下 你知道也不要再想说什么 那什么一市一人不可能 一市两人甚至一市三人 恐怕都要都要上 来来我报告一下 我都赞成这个政策 非常的清楚 这个科市长的确ICU出身了 非常清楚我们会照做 我现在提一点 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困难 就是说我们床虽然是 现在到25% 是这个 可是出院的速度太慢了 所以我一个建议 在法律上能不能松绑 松绑成为 这个出院的这一个 改成为报备制 不要许可制 记起来 关于那个 受院你知道 受权 临床的医院 明天研究一下法律程序 我们就按照市长指示 我们就直接 直接行政委托 就是说那个 解除居家隔离处 授权那个防疫专责旅馆 跟那个临床的医院 做判就决定 用行政授权 就怕医院塞报 客温哲向周恩喊话 授权给医院直接开解隔单 另外也希望 抗病毒药物的使用能放宽 记者问句 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